你的角色的挑戰不只是演媽媽 聽說你有那個春飛望 你還演老阿嬤 我演那個獅子的阿嬤 你這個導演就說 小鳳啊 你不去跟他做一個功課 我們做什麼功課 去旁邊好不好 我說好啊 你帶我去 叫我去旁邊 我就看人家獅子老人 都躲在旁邊的那裡 你講完都流風你知道嗎 流啊 我想說在海裡我竟然吃魚的 會有回憶 回憶 回憶 那說話就要流風 流風你吹氣如果不吹掉 不會流風 所以他都跟阿嬤說 大家都有辦法 氣笑 你就用黑壁跟黑壁 就跟你們沒吹氣了 是怎麼就要記得了 陳書房是怎麼來的 本來就要弄一成孝 就是 趴上去屁嘛 趴上去屁 爸爸坐鵝 爸爸坐鵝是分成三集 爸爸坐鵝現在在廣播界 爸爸的罪惡 他就說爸爸坐鵝 但是他又叫做誰的罪惡 那是當時的小說 非常有名的廣播小說 結果剛才第一集的時候 剛才那個老闆就說 你有成孝 不過你演的是他的悲劇人物 你用笑看白的吧 我說阿嬤要怎麼 我說我跟妳說 我先說 妳不說我跟妳一樣 我沒有 因為向前的電影明星 不是跟大人一樣 就是跟老闆一樣 是喔 都要改這樣 我說我沒有 我誰彈 他說後來彈電給妳放 他說阿嬤要 不然這個彈電影這樣不好 沒有給我換一個 說比較懸殊的 我說要塑什麼 說阿嬤要塑風 塑風嘛 塑風我就會這樣說 是這樣來的喔 現在是成熟方 這個就是誰的罪惡 誰的罪惡 那時候你已經領先了 你看成熟方 給他下了 那時候你幾歲 現在是十... 七歲是十八 還是說十九啦 因為拍這齣後 爸爸很開心 那時候阿公也都去看 阿公 阿公有十八嗎 十八歲 爸爸有去看 去看以後 覺得這是這樣很好 不過我們說實在 我們自己最正 怎麼說 我們九歲 那些燕亂都算 當時很有名的燕亂 是是是 我們最正 對你的說法是一個條件 還知道我們這九歲就要燕媽媽 我覺得很難燕 十八歲要燕媽媽 很難燕 要怎麼燕 就想 別人的媽媽怎麼不知道 就想自己的媽媽怎麼燕 他的動作怎麼想自己的媽媽 是 聽說你為了要燕媽媽 你還跑去台北車頭去揣摩 我看媽媽的背影 有啊有啊 一定有的 那是怎樣去看 看人家媽媽怎麼走路 在路車走出去 要燕什麼 有的人都坐三輪車 那不就走路 那樣子沒有駕頭車 沒有計程車 是 就看人家 他們走到我 我就走走 就說 特別遲了 不好意思 我想要請教你 我不知道要怎麼請教你 他說你是誰人 我說我跟你不認識 我跟你不認識 但是我是跟你說 我是早上電視的燕溫 那時候電視就剛才出來了 電影就沒有了 我說我電視的燕溫 我要做什麼 我現在要燕一個媽媽 就是要請教你這樣 教你這樣 我說你這車在外面 有什麼事 他說 家裡是有照片 他說有啦 你有沒有看我這個 超速還沒等到 百多兩 二兩 過早的 過早的 超速這樣 百一顆 一顆 這樣比較不扣 對 對 還有包一個什麼鹽 鹽回來 我做包 他說我在車裡就這樣 我說你是怎麼 我在問 我說 不好意思 你給我看一個布巾 穿就穿糖裝上面 穿短褲 穿一張穿拖 我說 不好意思 我要演一個角色 要像你這樣 但是我記得一支給他 他說怎麼給他 我說台北經常下雨 你要來台北都沒有下雨 如果下雨要怎麼做 他說 不要 我搖下去跟台市 我就說我知道怎麼演了 對 搖就這樣 不簡單 不簡單 這個揣摩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有時候 如果說別人家沒聽到 兩次在湯邊 外面人走開 誰會走到 那些比較奇怪 我都看得到 可能我們爸爸會贏得對 描述一段老人與狗之間 無法割捨的情感 陳淑芳表情悲淒 令人感同身受 我拍完才知道 其實淑芳也沒有養過寵物 這是讓我覺得很壓抑的 從來 從小到大到老都沒有 在家裡沒有養過寵物的人 居然跟寵物 狗 毛小孩的感情互動 可以那麼的直接 對 拍完才知道 牠很怕那隻狗 我還記得一次 腳去打不住 虎寶我去叫一支茶 啊 虎寶啊 你只要跟飯堂 我做完蛋了那麼多年 這人叫那個不可以叫 你怎麼不記得 我敢說了 重飲至今67年的陳淑芳 劇本到手 總能信手撩來的 傳達出導演與編劇 希望呈現的情感 戲精如他 更讓觀眾甘願當看戲的傻子 也要沉迷於他貼近人心的表演中 過去的演變嘛 跟他的戲劇的經驗累積 還有他的人生歷練 能夠在鏡頭面前展現出不假 那他就是一個真 那真的話一定可以打動觀眾 我是他們家頂樓家蓋的房客 阿姨 為什麼 對 對 2020年陳淑芳在金馬獎上大放異彩 他想說你做那麼多 你去那裡外頭回來了 那是不可能的 先是以電影 親愛的房客拿下女配角獎項 再以孤位 榮獲引後殊榮 我已經把你打招呼了 把你們一個那麼多錢說大 先去生活一下 20年不要跟你們生年老的老爸 我其實心裡面是 完全不敢有任何想像的 就等到念的人一念出 屬方阿姨的名字的時候 就我真的都腦袋一片空白 我下一秒記得的時候 就是我衝到台前去把他扶起來 因為阿姨已經嚇倒在那個位置上這樣子 沒有鬼 也會強勇女的鬼神 他怎麼面對他 對他先生的這些怨對也好 或者是他人生當中 沒有處理的那一塊的情緒 可是三個女兒又會用不同的方式 靈魂拷問他 所以那同時也在拷問著 阿姨本人的一些情緒這樣子 面對女兒 社區的丈夫 以及丈夫晚於對象 情感轉折之複雜 就連成熟方都喊超難 但他仍將角色內化入心 釋放出來的演技 讓觀眾再三咀嚼回味不已 我可以看得到他 那個情緒的變化的過程 他承受了多少的壓力 他承受了多少的承擔 對 然後雖然的累積 多少的無可奈何 戲裡陳淑芳是個敬業的演員 戲外他體系後輩不已於力 新導演或新演員都曾受惠於他 那阿姨知道我沒有後製的錢 所以阿姨其實都親力親為 很多時候他拍了三立啊 或者是其他台的電視劇 他都拍到早上八點 可是他都早上八點以後還搭高鐵 跟我一起南下去做木狂 他沒有任何演習經驗 那淑芳阿姨在現場跟她的互動 就是一直在提醒她 一直在幫她 但是不給她任何壓力 今天我只剩這條娃娃 我也要打開你 我也要打開你 演活別人的故事 如火春青 掌握分寸 即便高齡85歲 陳淑芳還要繼續演下去 詮釋 人生百胎 五個人 我要扛著五個人吃飯 那爸爸往生之後 這個到菲律賓的時候 因為菲律賓的樣子 光華史光老師 有一些台式的就說 陳孝 我像是阿姨 阿姨改名 不是 阿姨改名 我就說叫陳孝開 比較親 他說陳孝 不是 陳淑芳 你要不要唱歌 我不會這樣 你不是要掙錢嗎 我說對 他說沒人下去 我帶你去柔斯密在社門店那邊 歌廳 雙話 雪花和張曉明都在唱 我也在唱 叫我去唱 我說我只有兩三首 沒關係 伊林的這種精神 我早上教你 中午就可以去唱 但是你的角色的挑戰 不只是演媽媽 聽說你有那個 這個什麼 春飛望路 你還可以留阿嬤 我那個師資的阿嬤 林聖聖導演 林聖聖導演就說 雪芳 你不去做一個功課 我做什麼功課 去便宜好嗎 我說好啊 你帶我去 叫我去便宜 我去看那個師資老人 都躲在在便宜的那裡 我跟他說的 他都說過世的 你老爸過年 你過年要吃一點 你就學會去參加一些 不然就說 那時候我就不愛清 你經常叫我清 那你說話都要漏風 你知道嗎 我想說當海 我今天吃魚的會議 會議這樣 那你說話就要漏風 漏風你水機如果沒卡住 不會漏風 所以他都跟阿嬤說 大家都沒辦法 氣笑 你就用黑白 跟黑黑 就跟我們沒水機 對 是怎麼就要去它記住 對 我說會漏漏就不會漏風 你若記條不知道漏風 是 所以我就去 雅科一個雅科醫師 我有時候在八條路下 對 我就叫阿琪來 就做 跟阿記條 記條 為什麼記條 這就不行了 就這個 就要 沒有漏風 說的 不會漏風就不行了 他說這樣記條 你後面很緊張 那手機不會發出來 不會發 怎麼發就對了 記條就記條 記條也沒辦法 如果就是沒有那個東西 真正 跟雙花學法 他們每個人唱歌 我在唱歌 這樣開生涯了 當時開場拍 就 雞鞋唱出來 就唱月來翔 就唱月來翔 翔會噴去 那手機水才噴去 好 建議那是假牙 假牙 他假牙 我們那樣子 那樣子還沒說做幾百 是 把它算起來 把它算起來 我們就久了 要練了 我們不知道 那樣子 月來翔 翔下去了 所以沒水 是 剛才一段高興 我又去台腳 有人去做 開始拍戲 就是我就說 我 這世人 如果說 因為這條路 走去幾個月來說 我就不結婚 這樣喔 如果結婚 我就真心顧紅顧鏡 我就不願意 因為演戲 必須要用精神